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进 你的人生摩擦之旅 看看社会是如何 把你摁在事实上 和现实上进行摩擦的 我看到你的这个报名表 你最开始是坐过 地铁的安检员是吗 对 怎么想到去干那个了 我的学是这种 因为我读完那个初中 然后是上的那种 职业学校是什么 然后学的专业是航空铁路 当时就轨道交通这一块 然后之后是我在学校里面 就待了一年 然后我就被学校分配到 那个北京的地铁安检 这一会儿 对 就是我是第一批就业的 那一批人 然后是在北京 坐了七八个月吧 这样 离职的原因是因为 没有上升空间 然后再加上就比较累嘛 就那会儿是基本上是 白天上班 晚上也上班 两个班 每天能睡三四个小时这种 要强制要求加班 就挺烦的这种 我经常会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看到 这个有乘客跟地铁安检人员 发生冲突和矛盾 对 你在工作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也有过呀 因为我是安检 就是那种去捡人的那种嘛 然后是当时她是一个孕妇啊 然后她肚子的话 就是怎么说 就和正常人也差不多 没有那么太险着说怀孕怎么样 而且当时人特别多 然后我就用那个机器捡了她嘛 捡了她 然后她就 你干嘛用这个捡我 我是孕妇啊 只有辐射啊 你们不知道啊 怎么怎么样 就说话特别特别臭 然后呢 然后后来我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一直道歉 因为我知道当时我是一个 那个工作人员 我肯定要保着服务态度呀 我说不好意思啊 怎么样 然后找我上面人过来了 然后也是给她道歉 然后她说那就算了吧 行 就这样下次别让我看你 什么什么样的 然后我上面人又给我说了 就这种 说你什么呢 她说我 不知道要用手剪吗 什么什么 就这种 我说那有的肚子 你知道吗 有这个规定吗 是有这个规定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拿手剪 当时我看不出来她是孕妇 真的 真的没看出来 对 没罚你钱吧 罚了 当时罚了二百好像是 对 你一个月当时挣多少钱 当时实习期一个月 有三千年底薪 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见到很多 像地铁安检员这样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岗位其实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但是他们却承担了 高强度的工作 他们每一个人的认真负责 保障的却是地铁乘客的 每一个人的安全 所以我就特别想借我们 非你莫署的节目 借我们的求职者 初香宁的过往经历说一声 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 在生活当中都能够给予那些 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 足够地尊重 我们给香宁一点掌声啊 不委屈啊 谢谢 谢谢 你后来坚持多久离职了 七八个月这样 可能是因为小 就是还是心静不下来这种 因为我不想 就只干这一样 因为我感觉我小 我还有其他出路 我想做其他的工作 我想再去外面看一看 但是要理想 我来不见了 也不见了 你来不见了